绿游游到田里金黄色麦穗随风摇曳 天中还插了上千只竹竿 榜上红色和透明塑胶带发出沙沙声响 原来这是农民自制的驱鸟神器 风一吹来上千个塑胶带 基底发出声响 斑纹鸟不敢下来偷吃见便宜 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个个的小天灯 超壮观 民众路过误以为是 以为网美景点 你们还以为网美景点 对 远远的看过来好美 塑胶带驱鸟神器风越大 效果越好 利用噪音吓鸟的还可以放鞭炮 但如果下雨可就惨了 农民还设计炮台 利用箱绑鞭炮放进水管里 箱烧到哪儿就会点燃鞭炮 吓走斑纹鸟 减少损失的目的 生日没得到说控制 他都没吃的是没得到 金黄稻碎快收割 农民发挥创意设计塑胶带驱鸟神器 和炮台驱赶斑纹鸟 还意外成为另类的打卡经典 只有后关王书宏嘉义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